中国的最后一点点大唐语味 就都留在山西了 梁思成先生曾有这样的感叹 梁思成和林徽英二位先生 为了找到大唐木构建筑 历时六年 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难道只是为了打破国际上 对于中国没有唐代及其以前木结构建筑 想看大唐一封只能去日本的断言吗 我曾无数次地问过自己 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学成归国的梁思成先生 当年恰是一名血气方刚的少年 怀揣满腔抱国热情的他 回到了祖国 在他的专业认知中 中国必须要有一部 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惶惶巨著 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终身事业 中国古建筑的发掘与保护 当日本学者以戏虐和轻蔑的口吻做出 看大唐木构只能去日本的断言时 不仅刺痛的是一个中国青年的心 更加刺痛的是一个文明古国 对于古建筑的保护能力和传承文化的敬畏之心 梁思成先生立志要找到大唐木构建筑 也不仅是一个年轻人的热血而为 更要征回的是 本就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 征回的是 中国人在历经苦难时 依然对文化最深沉的敬畏和深情 1937年的一天 梁思成和林徽英 在日本清华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眉睫之际 终于在山西五台山 找到了一座名叫佛光寺东大殿的唐代木构构建筑 这座大殿大气辉煌 无不彰显着大唐的雄魂和荣耀 也是他的发现 替中国摘下了一个关于传承中 不能被后世所原谅的沉重帽子 佛光寺的发现 让日本学者闭上了嘴 更征回了中国损卯结构的创始地位 让世界看到了真正的大唐风发 中国古建第一国宝 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 后来又相继发现的 最古老的唐代木结构建筑 五台山南禅寺正殿 瑞城的广人王庙大殿 这三座大殿 是大唐留给我们最后一点 盛世木结构建筑的余光 而这三座西式之针 西数 皆在山西境内 整齐而不呆板 华美而不牵巧 舒展而不张扬 古朴却富有着活力 正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完美体现 也是整个中华民族个性的完美建筑全市 梁先生终其一生 为中国建筑驱功尽瘁 他发表了大量的中国古建学术报告 一度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让中国古建 被世界重新认识 他注视着营造法式和编写的中国建筑史 为后人研究中国建筑留下了珍贵的图文资料 中华文化能如此繁荣地呈现 是前辈们的责任和担当 让文化和文明在岁月长河中流淌 而武备更当自强 继承并发扬 敬畏而深情 去守护华夏文明 延绵不灭 延绵永生